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没有人跟我这样子说话 不要每天都讲电话 你网络是用预付卡的吗? 宜兰啊 你网络是用预付卡的? 对啊 我跟我男朋友啊 他很恶心啊 他怎么一样的 他除了洛西亚提 一堆有一堆啊 等一下啦 你男朋友是台湾人喔 我男朋友是台湾人 你不要被男生骗 我就是喜欢给人家骗我 喵喵的地方 你要怎么问 对啊 还有给人家骗我吃饭的地方 以前呢回去看阿公 阿公生日是不是 阿公好不好啊 你有没有拿红包给阿公 有 你妈妈说你衣服裤就乱丢 一涂一涂那边呢 很恶心 我自己会笑 你上次看到你那个内裤很黄耶 黑箭本来就是黄的 没有 你的那个屁股后面那边黄 我问你 我看到你戴戒指打人家的头啊 对啊 你干嘛啊 他坐我的车 没有经过我同意啊 我妈就叫你来动 帮你整理家里 打扫啊 你很正啊 你的角落都是你的垃圾啊 你上次那个泡面 吃一吃放在床底下 都发车啊 我怎么可能会放床底下的 真的我上次来打扫 房底下什么都有啊 你女朋友接受你这样子吗 我没有女朋友啊 上次那个都回家那个不是啊 长头发很漂亮那个 那个不是啊 那个不是啊 你们一起睡觉啊不是啊 那个是在拍影片 像你们做那个YouTube 可以赚很多啊是不是 我也可以做YouTube 你不行你不行啊 为什么啊 可以拍你又有流量啊是不是 拍我有流量 对啊 那个没那么好做啊 你在台湾很猴嘛你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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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啊 你的好笑啊 谁好笑 你啊 长得很好笑啊 我很好奇啊 通常很红啊不是都是帅哥嘛 对啊 你不是 你不是我想象中 可能像台湾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是谁啊 柔志祥耶 你等一下要把桌上搜去搜耶 我下班时间到啊自己搜 我10点下班了 你10点吃啊 我下次会挑你上班的时候吃 我好跟我妈讲 我在台湾 不喜欢工作太长啊 你是很容易被开除那种 我的朋友看你啊 说你长得很好笑啊 真的胖胖矮矮啊 我的朋友问我 是不是你真的很矮啊 我跟他们说 对啊 你真的很矮啊 我最近在YouTube上面看到 你看那个粉汤 被人家骂 那个真的假的 看着就假的啊 好复杂 你们很乱吃八糟吧 没有 你们这样子会不会有人骂你啊 会啊很多啊 有的假的有的真的 我都看不懂了 好看啊 人家骂你你会难过吗 你心里 还好一开始会难过啊 后面就觉得说 如果没有他们骂的话 我也不会有人看啊 他们也是看完才会骂啊 你讲什么听不懂啊 太快啊 看完 没有肥 你肚子很大 你看这个你还吃啊 我这个 这个你也有吃啊 我没有吃 这个你吃 我下班了 我要走了 为什么还不走 我只是住在这边跟你聊个天啊 那我跟你讲 我睡觉的时候不要讲话讲很大声 因为你讲话很大声会吵到我睡觉 你都没有认真睡觉啊 我很认真睡觉 爸妈担心你也叫我来看你啊 我觉得你来我家是在度假 没有啊 你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 爸爸妈妈很有钱啊 做企业的 什么东西啊 做企业的 做一个爱慕虚荣的 爱慕虚荣是 就是 爱钱啊 谁不爱钱啊你拜托 我跟妳讲我赚很少啊 我很穷啊 车子都是借来 没关系啊 我下次请你吃饭啊 你请我吃饭 没粉汤很好吃啊 等你你房间里 桌上满满的钱啊 我帮你洗衣服 裤子里面也是钱啊 我没有给你拿呢 我知道 你又被拿去放在你包包里头 干嘛啊我没有啊 你家有生意金啊 我自己有钱啊 干嘛拿你的 你存很多啊 没有啊 我老朋友也会给我啊 他会给我钱啊 让我去外面唱歌 哦是哦 对啊 那你男朋友应该对你很好 很好啊 他也开车啊 开车很正常啊 他开这个 载很多客人啊 黄色的 哦哦哦哦 你男朋友是寄人这司机啊 对啊有时候我 借跟朋友唱歌很晚 打电话给他来接我们 男朋友就也很喜欢看你的影片啊 所以我才知道 看到你跟人家吵架 他跟我讲啊 我看不懂啊 我住这么小的地方 哪有很小啊 我整理房间 花了两个小时啊 很久啊 你都在讲电话啊 没有啊 我就是一边打扫 很累啊 因为很正啊 你最爱打电话 还有玩吃鸡 我时间到下班了 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 你下班你要回家啊 你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啊 10点下班 都留到半夜一两点 我休息不行啊 然后他就说好累好累 我休息啊 你也知道我很年轻啊 我想休息一下啊 如果哪一天 我找你去拍YouTube 你要吗 有钱吗 有啊 很多嘛 你如果不红的话 就没有很多啊 我怕我没有办法 我害羞啊 你就不要露面啊 不要露面是什么啊 我就偷錄啊 錄你的声音啊 因为你讲话很好笑 我哪有好笑啊 你才讲好笑啊 为什么你都把你的化妆品 放在我的仓库 我这里没有要给你住呢 我知道 我只是放着街放一下 有时候我可能下了班 直接出去 跟朋友唱歌呢 在你房间化妆玩 你还在我房间化妆 都要有经测啊 如果哪一天你看我YouTube 有把你的声音放上去 你会生气吗 不行啊 你要跟我讲啊 我现在跟你讲啊 因为我现在在录影啊 你干什么乱七八糟啊 这个录影啊 没有录你啊 你自己看 不要我不说话 你看 我不要讲话 我怕网友说以后 都要听你讲话 可是我也怕人家想看到我 不会想看你啊 我这样去录像会不会有人 听到我讲话啊 你要红啊 听得出来我很漂亮啊 哈哈哈 你可以在越南 建一栋房子啊 如果你在台湾当网红的话 这样两三栋都不是问题 可是我不想 他们看到我很漂亮啊 没有要拍你 你听不懂哦 我就录你声音 你自己看 你看一录 我知道 不要转发我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